好了咱们闲话少说正式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课程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2022年先学班的筑块会计 还是接着昨天的课程给大家讲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前面的几个专题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的是第八个考点 关于金融负债的会计处理 金融负债的会计处理 在前面给大家讲金融负债的分类的时候就介绍过 可能它分了很多很多类别 但是实际上从考试的角度上来看 你只需要掌握俩 哪俩呢 一个就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也就是咱们后面核算的时候会用到的交易性金融负债 另外一个就是前面在负债章节已经给大家介绍的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这个金融负债 比如说像应付债券呀 这些会计处理就可以 所以这个专题从它自己本身考试角度来看的话 它所设计到考点很少很少 所以我们也会很快的把这块弄过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于金融负债 在初始计量以及后续计量的时候 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如果你是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 或者是第一次进到直播间的 我告诉你一下 咱们是在多少页 234页 嗯234页 我们来看一下在初始计量时 企业在初始确认金融负债时 应当是按照公允价值去计量 这个公允价值哈 大家不要把它狭隘的理解成 说是不是只有一些特定的资产 或者是特定的负债 它才能够用到公允价值这个概念呢 其实不是的哈 公允价值这个概念 一定要做广阴的理解 它可能就是在你交易开始 或者交易发生的当时 你们所形成的一个公平公开公正 公允的这样一个价值 所以它叫公允价值 不要狭隘的理解成 只不过对于个别的资产 或者是个别的负债来讲 他们在后续计量当中 有特殊的规定 这些特殊的规定呢 就告诉你 在后续处理的时候 你依然要采用公允价值 这种计量属性对它与计量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初始确认时 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第一个 就是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它相关的交易费用 应当直接进入到当期损益 依然呢 是进入到投资收益里 这个和昨天咱们所讲到的损 第三类的损的资产是一样的 我们说了 那几类资产 他们在初始计量的时候 核算 只有第三类哈 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一个类别 它在核算的时候 有一些特殊 特殊点在哪呢 就是它相关交易费用 要进入到当期损益 所以这里面 负债和资产 为了体现一个配比性 为了防止会计错配 所以呢 此时 它也是往当期损益里去记 第二个 就是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来讲 相关的交易费用 应当进入到初始确认金额 其他类别的金融负债 前面 咱们实际上给大家介绍很多 比如说 像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还有一些什么 因为财务担保合同呀 财务承诺等等 这些所形成的金融负债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 在初始计量这里 把金融负债是分成了两大阵营 一大阵营呢 是相关交易费用 进入到当期损益 一大阵营是进入到当期的初始确认金额里 简单了解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会计分路 会计分路 在发行的时候 我们呢 记住 此时我们在讲负债了 所以在对于我们进行处理的时候 应该是站在发行方的角度 那发行方 我去发行债券也好 或者发行股票也好 我的目的是干嘛呢 我一定是为了融资 所以他的借方科目应该是银行存款 可能你们在初级阶段啊 听好 你们在初级阶段 上面借方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货币资金等等 这个问题在前面我也给大家提到过 筑块一般涉及到钱的 我们都是用银行存款科目来代替 所以做好考种和考种之间的这种切换 代方代计交易性金融负债 如果在发行过程当中 产生了一些交易费用的话 此时你的交易费用 注意 实际上是导致你融资所收到的钱减少的 所以呢 他也是在借方去进行核算 和咱们交易性金融资产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这里面是把交易性金融资产 和银行存款的科目呢 做了一个对调 对调 如果是以他人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此时我们在进行核算的时候 前面已经给大家提到了 应付债券 对不对 应付债券在初始计量时 收筹集到的钱 寄入到银行存款里 代方代计应付债券 如果目前来讲 我记这些明细 我记不太清楚 你现在呢 就可以把它先放一放 直接计一级科目 也就是应付债券就行 按照你所实实在在 筹集到的资金 寄入到银行存款里 好吧 这是关于初始计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这块的原则呢 我只给大家保留了两点 就是一头和一尾 这一头是啥呢 就是刚才咱们一直给大家强调的 和前面所学到的负债 有稀有虚微的这种区别的 就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这种损的债 它应当按照公允价值 进行后续计量 相关的利得或损失呢 应当进入到当期损益 这个损益类的科目 和咱们前面学到的资产 那里是一样的 也是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然后第二条和第三条 我说了 这块从考试涉及到的程度 包括它从考试整个的大背景来看 它出题的概率几乎是零 所以在本阶段呢 你可以不看它 直接给它删掉 那我们直接看啥呢 看第四个 就是上述金融负债以外的负债 我们应当是按照贪余成本 去进行后续计量的 那实际上第四种 它说的就是谁呢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我在这里再给大家去强调一遍 可能有些同学已经看了 我今天发的那个微博了 2014年初 刚刚发布的那个金融工具准则 是很厚的 真的你拿起来都能防身了 当护心甲去用了 然后呢 咱们中国这些准则的专家们 给它进入了浓缩 浓缩完之后 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四本准则 四本准则放到一起 大概也有这么厚 最后浓缩到咱们教材当中 可能是涉及到七八十页 等到咱们打好基础当中呢 是66页左右 我现在给大家讲的是 你在现在这个阶段 需要重点去掌握的 而且你在掌握起来 没有太大压力的 然后呢 可能涉及到一些偏门的考点 或者是可能800年都不出现过一次的 这种考点等到你下学期 你集中去突击它 所以我不讲哈 是有原因 是有道理的 我不讲的 你说你可以客下 还跟我说 老师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这块的问题 但你说你前面的基础都没打好 你就直接来问我这个 我肯定也不能告诉你 好不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会计处理 第一个就是按照公允价值 去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负债 它的公允价值呢 所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除了与套期会计有关的外 我们呢 都要把它进入到当期损益 和前面实际上是重复的 这个当期损益类的科目 就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个科目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会计处理 这一块哈 大家一定要把你这个思维给的切换好 咋去切换呢 前面你一直在学资产 那么资产价值上升 你可能一下就能想出啊 资产增加呢 是在借房了 但是现在我们干嘛了 是负债 负债一旦是价值增加 我现在问你 对于债务人来讲 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是负债的公允价值上升 对于债务人来讲 是好事还是坏事 肯定是一个坏事嘛 那么对于负债 如果我们的价值上升 根据借贷记账法 它的记账基本规则来讲 我们应该是贷房即增加 所以这个思路哈 你要切换好 所以呢 在核算公允价值上升时 应该是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代记交易性金融负债 如果要是下降 做相反分路就可以 等到确认利息费用的时候 利息费用呢 既然它是一个负债 它和前面所发行的一些应付债券 差不多 类似 只不过呢 期限可能会相对来说短一点 所以我们所产生的利息费用 我们是进入到财务费用里的 这里面啊 要进入到财务费用里 可能有些同学呢 你在备考筑块会计的同时 还在备考这个税务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我曾经在考税务师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一版调材上 这个借方它写的是投资收益 但是筑块呢 它用的是财务费用 从理论上来看 走财务费用 它实际上是更合理的 更有道理的 那我问你啊 我现在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借方科目能不能用 再建工程 借方科目能不能用再建工程呀 或者是制造费用 这些科目 能不能 不能 为啥呢 刚才我给大家说了 交易性金融负债 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交易性 一般的都是一些短期融资券 那么前面给大家去讲借款费用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提到过 借款费用 如果你想要满足资本化条件 它是必须应用于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的生产或者是建造的 而这些满足资本化条件的生产或建造 它是需要干嘛呀 它至少要在一年以上 那短期融资券可能六个月你就要偿还了 所以它不满足这个时间上的条件 所以借方科目啊 一般我们都是用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 实际支付利息的时候和前面一样 借应付利息贷银行存款 等到到期处置或者是到期的时候 直接把它给到期了 到期之后呢 我把这个钱收回来 我钱呢要偿付出去 所以我代方代仅的是银行存款 借方呢把我的负债给它注销掉 中间的差额看好了 这里面根据准则的要求呢 它应该是进入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或者是投资收益的 由于交易性金融负债 在考会计处理当中 这些年基本上没有设计过 所以呢大家也不必特别特别纠结 说它究竟怎么去处理啊 这个损益类的科目究竟寄哪 你不用过于纠结它 然后呢还给大家提出一个原则 就是你 特别是咱们财务人员 你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你一定要记住 你考哪个试 你就看哪一个官方教材 官方教材当中写的是啥 你考试的时候就按照那个去打 肯定是没错的 可能不同的官方教材之间会有一些出入 但是最终哈 你要看一下你自己想考的是哪门试 那么对于你们来说 需不需要去买一本官方教材呢 实际上没啥太大的必要 因为一般来讲 只要是教材当中所设到的立题 在咱们打好基础当中都会涉及 好吧 我们通过一道题呢 把交易性金融负债的会计处理 给大家去强化一下 会计分路还是拿起你们的本和笔 跟我一起来做一下 他说呢2016年7月1号 假公司经批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公开发行10亿元的人民币短期融资券 期限是一年 票面年利率是5.58% 每张面值是100元 到期一次还本复息 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购买生产经营 所需的原材料及配件等等 公司将该短期融资券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所以在核算的时候用到的科目 应该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假定不考虑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的交易费用 以及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变动 2016年12月31日 该短期融资券市场价格每张是120元 发行的时候是100 现在变成了120 相当于是负债的公允价值上升了 那么你在写快积分录的时候 一定要分清究竟应该记在哪一方 哪一方 而且还要关注的 2016年12月31号 它已经到了一个资产负债表日了 而且是年度资产负债表日 所以根据全则发生制的原则 你要干嘛了 想着你作为债务人 要去确认你的利息费用了 所以2016年12月31号前面再给讲资产的时候 我也提到过 只要是债券形式的 到了资产负债表日 你就要去想着去提利息 提利息 哪怕这笔钱你可能还没流出去 但是你这个分路得做 等到2017年6月30号的时候 该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快捷处理 在发行的时候 融资直接按照面值去发行的 所以一共融集到的资金是10个亿 借银行存款带交易性金融负债 看见没后边都没有明细了 这是官方教材上就这样给的 然后等到2016年12月31号 前面给大家提到了一定是两笔分路 第一笔确认一个公允价值变动 负债的公允价值上升 那么应该是记在贷方 负债类的科目贷增借减 贷增借减 所以应该是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万 贷借交易性金融负债2万 本期应该确认的利息费用是多少呢 那你就应该直接用本金再乘以票面利率 但是不要忘了 你当期只是确认半年的 应该咋去算呢 那就应该是10亿 10亿再乘以 票面利率5.58% 这个票面利率它是属于一个年利率 所以我们后面要考虑一个时间权重 算完之后呢 应该是2790 2790万元 编写的会计分录 借财务费用 但应付利息2790 等到2017年6月30号的时候 短期融资券到期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中间的还是要提一笔利息的 因为从2017年1月1号到2017年的6月30号 你相当于还是占用了人家投资方的 这个资金的 所以呢 你还要确认就这笔资金相关的利息费用 所以此时和这个金融啊 和上一半年是一模一样的 借财务费用2790 但应付利息2790 等到偿付的时候 交易性金融负债 由于在上一个资产债表日 是哪一天呢 2016年12月31号 在这一天 它的供养价值已经变成了12个亿了 所以如果中间没有再给你一次供养价值的话 那你就应该是按照上一个资产代表日的供养价值 也就是当天的账面价值来进行偿付 所以借交易性金融负债12亿 而不是最初的成本10个亿了 然后呢 应付利息一共是一年 580万元 然后中间的差额确认到供养价值变动损益力 那中间的差额是要记录到供养价值变动损益力 那可能有些同学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疑问 哎 为什么最后他实实在在拿钱去偿付的时候 还是拿10个亿呢 还是拿这个本金去经偿付的呢 实际上这里面啊 他就体现出来短期融资券 他的一个特点 他和你后面学到的这些交易性金融资产呀等等 之前我们给大家就提到了啊 交易性金融资产 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 还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们中间所发生的这些供养价值变动 实际上都是一个虚值 那么最终你究竟是以多少钱去经常付 在最初的合同上 实际上已经是约定好了的 嗯 所以中间是有一部分差额的 就是按照你面值去经常付 好吧 提干中给的面值是10个亿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后面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他们在进行核算的时候 应当如何去进行处理呢 如果是以贪余成本计量 而且呢 也不属于任何套期关系的一部分金融负债 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应当在终止确认时进入到当期损益 或者是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时 进入到相关期间的损益里 这个说的是啥 你可以去想 想谁呢 想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在进行核算的时候 你在每一期 假如说你最开始发行的时候 就不是按照面值去发行 面值是100万 但是我实际上募集到的资金是120万 中间 我们说在进行确认的时候 是要就中间这20万确认到利息调整里 那么这些利息调整会随着你债券的持有期间 逐步摊销进入到损益 这是一种形式 另外一种形式 它有可能是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 那么说中间虽然也会经摊销 但最后这些利息调整是什么时候结束了呢 一定是在你该债券偿还的时候 所以这块实际上和前面给大家讲的应付债券 是一模一样的 不信你可以刻下把咱们236页的13-24 自己去做一做 好吧 13-24我不讲了 你们刻下把它当做一个客户立体 客户习题 这个客户习题实际上还是让你们去强化一下 对贪余成本的理解 这个贪余成本如何去进行计算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平时的计算当中 自己把那个公式就印在脑子里 因为这一块 无论是应付债券也好 还是前面给大家讲到的债权投资也好 它出现主关题的概率很小 基本上都是以客观题的形式去考察 我说了可能就是给你一长串这个资料 然后呢让你去分析一下 到某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它的贪余成本是多少 那如果你在考试当中 还是以写会计分录的形式去解题的话 可能会占用你一部分的时间 所以呢 把公式啊 给他记住 公式记住 好了 会计分录和后面和前面啊 给大家讲到的负债那块是一模一样的 你需要考虑 它是否满足资本化的条件等等 到期处置或这个收回 此时中间如果产生差额的话 就确认到投资收益力和前面还没有任何的差别 自己 这个去看一看 236页啊 今天的第一个作业 对公式关于贪余成本的计算公式 好了 今天让大家 贪余成本 如果对于负债来讲 它就应该是用期初的贪余成本 减去实际 加上实际的利息 再减去应付利息 你记住 减的肯定是应收或应付利息的 因为这些根据你票面当时的合同约定 假如说是一个分期付息的话 那么你当期就要偿还 这是你的一笔现金流出 好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让你们吃的第一个瓜 就是马上咱们就要讲到的这个内容 是关于金融工具 它简直的相关处理 为什么就之前啊 我在给大家去讲课的时候 可能就就理论去讲理论 但是呢 我对今年的上课 我特别有一种感触 感触在啥呢 就是我今年是排在了中哥前面 所以我可能就相当于是这个 冲锋在前 我会遇到很多很多同学 比如说你之前是没有过任何的会计基础的 对会计准则呢 也没有任何的了解的这种同学 那你最开始去了解 理解这些准则 去理解这个概念 肯定会存在着一些问题 你接受不了 那前面我也给大家说了 如果你对准则当中的某一个条文 你接受不了的话 你现在你就得被迫接受 谁让咱现在是寄人篱下呢 是不是 谁让咱现在没有权利去写这个准则 去制定这个准则呢 那你一种办法是啥呢 就赶紧考过诸会 然后呢 参加全国的这种公务员 招录考试 考试呢 考进财政部会计司 记住啊 这个机构你别考错了 叫财政部会计司准则委员会 你进到案里去当委员 然后呢 记住别忘了跟我这层关系哈 真的当到这个委员的时候 有啥新的政策呀 新的导向呀 新的准则呀 你要先告诉我 在微博上给我发个私信 或者到时候你说 哎 江江老师 你能不能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 没准都是可以的 好吧 所以现在既然咱目前是属于一个寄人篱下的状态 就不要过于去较真 而且你觉得一个准则哈 他们在出台的时候 这不就是管理层一拍脑门 他就定了吗 但实际上不是的 所有的准则在编写 在制定的过程当中 都会出现多方的利益博弈 这些利益博弈 你可能在咱们准则用指南 就国产的 就那个小蓝本 你是看不到的 你在哪呢才能看到呢 就是我发微博的那个集中工具 大后书 它那里面会告诉你 为什么最终会敲定这样的一个结论 所以呢 今天带大家先吃一个瓜 哎呀 这个瓜呢 这瓜什么情况 看这个 看这个啊 旺山了 这个瓜吧 我想让它做的更美一点 但是我发现啊 我这个做PPT的功能实在是太弱了 我没有办法让它一个一个弹出 所以呢 我只能是一下子就给你弹出来了 这块你也不用记 它也没有考试的重点 我只是想让大家呢 更加心平气和的去接受一下 你即将要学到的这些知识点 因为对于你们来说 又是一个理论 比较晦涩 甚至呢 我听着就要睡觉了 我就想让大家去看一看 在准则制定过程当中 这些利益主体是如何去经博弈的 首先 金融工具 它的简直 特别是改成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它是基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这个时代背景是啥呢 就是2008年的时候 出现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个金融危机实际上 受到影响最大的 那肯定就是广大的投资者 对不对 我记得之前在单位那个同事呢 他们比较喜欢炒股 炒股的时候 说06和08年 06到07年 这两年是属于大大的牛市 但是跨岔一下的 听好哈 这个形容词 跨岔一下就掉到了一个谷底 就在2008年就崩盘了 那么这个崩盘 所有的理论都是源于生活的 既然你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所以在08年10月份 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 则委员会 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 叫金融危机咨询组 金融危机咨询组 然后这是08年10月 那么这个组成立了之后 肯定他就要去调查一下 然后呢 调查之后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重振投资者的信心 要不然的话 谁都没有买 没有人去买股票了 这个市场经济你可能就推动不起来了 等到2009年7月份的时候 距离咱们来讲已经很远了 13年12年都过去了 这个2009年7月份 咨询组识别出当前准则的薄弱环节 这个当前呢 就立足于2008年来看 有一个薄弱环节 并探寻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看见没 在09年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了 你到21年你才学 想想你多落后呀 落后怎么办 得努力 是吧 等到2009年的11月份的时候 理事会发布了金融工具 贪于成本与简直的征求意见稿 像咱们中国会计准则 他也会发布这种征求意见稿呀 你要有啥意见 你可以写出来 你的部分意见啊 可能真的会被采纳的 所以没啥事 关注一下咱们财政部的这个官方公众号 没没啥事就看一看 你第一次看你觉得晦涩 你多看两遍吧 你慢慢就熟了 这是第一次发布了相关的征求意见稿 但是呢 有这个其中 有部分人是支持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像你们现在这样 哎呀 这预期信用损失都是啥 操作起来多困难呀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见未来 我会计不是算命的 这是讲讲告诉我的 不行 所以在2009年的11月份 虽然提出了这样一个事 但一直都没有实行 等到2011年1月份 理事会在金融工具减值当中 发布了简化建议 看见没 最出版的要比这个还厚 简化建议 但是呢 还是没有得到有利的支持 可能原因也是给予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 等到2013年11月份 理事会发布了金融工具 预期信用损失 征求意见稿 这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了 并于2014年7月进行采纳 并形成中稿 中稿呢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本大后书的局部 啊 它的局部是涉及到金融工具减值的 所以我通过这一个小刮就想告诉大家 虽然会计它真的很灰色 但是你想想当时他们去想这个方法的人 你觉得他们不脑袋疼吗 他们不觉得这个东西很变态吗 但没办法 会计人何苦为难 会计人呢 你知道了一些瓜之后呢 你至少你学起来 你会心平气和一点 会啥呢 啊 你们当时征求意见的时候都整了五六年 我现在一次学不明白是很正常的 好不好 好了 第一主体的较量啊 这个瓜 迟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进入到政客阶段 就是给大家去说一说 刚才一直给大家叨叨的这个金融工具减值 它究竟是个啥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又是个啥呢 首先我先从考试重点上来看 给大家强调一下 金融工具准则和金融工具减值 这个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也是在2018年就写入到咱们教材里的 2018年 但是从考试上来看 简直这块涉及到的题目少之又少 为啥呢 因为它涉及到太多太多其他方 比如说金融机构 或者是这些什么信用经理 他们的一些职责 而会计你记住 他最终的职责一定是落脚在核算上的 就是你把所有的数据都提供给我 我呢进行编写会计分路就行 所以实际上对他考察呢 就是考你会计分路的编写 但如果直接去考你编写吧 就显得太low了 但如果我又想让你去预测一下 说某一家企业它的未来 预期信用损失是多少呢 你会感觉这个东西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观点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从考试上来看 金融工具的简直 它并不是十分重要 之所以会给它两颗星 是因为它在理解起来 部分知识点会有难度 好吧 来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概述部分 对于金融工具简直 它相关的规定呢 通常是被称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该方法和过去规定的 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 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 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之所以会有这种根本性的不同 它就是体现了一个前瞻性的特点 一旦说到前瞻性 实际上就会有点算命的意味了 但是你不能瞎算 为啥有一些大师 他算出来的结果就很准呢 就算你哈 说你比如说这个 我爷和我奶子年轻的时候 就比较喜欢算命 然后呢 我奶就跟我说 他年轻的时候 就让给他算命 说未来呀 你会有一儿一女 然后呢 一个孙女一个孙子 儿孙满堂的这种状态 真的就被他说着了 所以他并不是说 看就是瞎算的 他一定是根据你给他提出来 一些信息去进行推测的 我们这个预期性损失模型 也是一样的 不要把算命理解成是一种很low很low的 中国的周易是很难懂的 在哪些有不同呢 在预期性损失法下 简直准备的计题 并不以简直的实际发生为前提 就像08年金融危机 如果你实际损失都已经发生了 最后所有的损失 都由我投资者来承担 那我就崩盘了 我就该跳楼了 所以更加体现的是一种前瞻性 所以在预期信用损失法下 我们是更多以未来可能的违约事件 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 来计量当前应当确认的简直准备 所以记住它的关键点呢 就体现在前瞻性 前瞻性 有人给你们算命了哈 65 考不过65的 不行 因为它是基于对你们的把控 每天上课都很积极 那提到了预期信用损失法 这里面所说的预期信用损失是啥呢 它是指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 的金融工具 信用损失的一个加权平均值 概念性的内容 你不用去理解 反正你就知道 它应该是一个加权平均数 这个加权平均数 从这么多年考试来讲 它也没有让你去算过 因为我说了 这个问题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如果真出现到卷面上的话 可能会出现分歧 所以既然可能会存在这种分歧 所以我就不考 规避 这里面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 信用损失 看好 这个信用损失怎么去求呢 应该是根据你合同 应收的现金流量限值 再减去预期能够收到的现金流量限值 他俩去做差 应收的就是看最初 我去买你公司所发行的这个债券 根据这个债券 咱们合同的约定 你给我多少本 给我多少息 在合同上肯定是约定了明明白白的 清清楚楚的 但我预期能够收到多少呢 我要去考虑一下 去权衡一下 你公司在这几年是否会出现一些经营风险 是否会出现一些财务风险呢 我进行综合考量之后 可能我应收和预期收到的就会存在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就是我们这里面所提到的信用损失 信用损失 所以即使企业能够全额收回合同约定的金额 但是如果收款时间晚于合同规定的时间 晚了 此时我们也会产生信用损失 你可以拿人去做类比吗 明明今天啊 钟哥给我们开会的时候 开了一个分享会 对吧 百万名师 开了一个分享会说啥呢 说我跟你约好了啊 最开始他说的呢 是半夜一点钟 然后后来他自己觉得 这个半夜一点钟吧 有点吓人 所以呢 他就改成了下午一点 你说你跟你约好了是下午一点钟 让你来找我 你偏偏下午三点钟才来找我 那此时也会证明你这个人的信用是有问题的 所以对于这个信用损失啊 大家要从两个维度去理解 第一个是金额 你少收了 另外一个从时间上来看 是你晚收了 少收和晚收 对于企业购买的 或者是原生的 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还记得他不 啥叫购买或原生 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他说的是谁 先天就不足 对不对 有那么多优质债券你不买 你偏要去买那些垃圾债 人家是2B级的 然后你偏偏觉得哈 这个债券 虽然风险很高 但我就期待他能够给我高收益啊 我是一个理财小能手 我老厉害了 那么这种哈 债券我们管他叫企业购买时 或者是原生的就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此时他所对应的利率也要进行调整 去啥呢 经信用调整之后的实际利率 比如说3A级的公司发行了一个债券 面值呢是1000万 发行价是1200 当时呢 这个约定的利率可能是6% 哎你觉得很香 后来呢你又看到了一个2B级的 他呢也是1000 发行价还是1200 哎你会发现如果你购买价款是相同的时候 然后这一支 这个这个不太好哈 3B吧 3B的这家公司 他所发的债卖价也是1000 我问你 此时你是希望这个3B的债券给你利率是更高还是更低 肯定是更高的 要不然的话 我买你干啥呀 我买的时候 我钱没少花 未来的收益呢 一分没多 我为啥要冒这个险呢 所以这种债券 他在确定实际利率的时候 肯定会考虑他考虑到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信用风险 对他进行调整 这也就是在上节课 我为啥没有给大家去深入的一个原因 你要知道 什么情形下才要对你 实际利率要根据这个信用去进行调整呢 一定是他购买或者是原生时就存在着缺陷的 嗯 缺陷的 我们来看一下13-25 这个题呢 没啥特别大的难度 就是让大家去算一下加权平均数 简单了解就可以 啊 记住你听课的时候听啥呢 该记的笔记 我该写的版书 你该记得记 另外一个就像我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你们课后去复习的时候发现很难 那很难我可能在上课的时候明明就告诉你了 他从考试上来讲 他也不重要 所以你此时就可以在旁边标注一下 嗯 这一块他就是简单了解的内容 比如说假公司购入了某公司债券是1000万元 假公司根据其管理该债券的诱务模式和该债券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该债券分类为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假公司确定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没有显著增加 最开始我买来了 我预期他的信用风险的这家公司是完好无损的 而且呢也没有出现过一些逾期的现象 所以给他下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啥结论呢 就是自初始确认后没有显著增加 那此时按照准则的规定 应当是计量他12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 这一块后面你马上就能看到 所以你不用去过于纠结 我们主要看后面的计算 这个计算呢 就是一些风险管理学家 他们基于这个债券 他未来的一些走势 给你算出来的 说这个资产负债表日 假公司预计隐含的12个月的违约率是5% 违约损失率呢是30% 此时我作为风险管理学家 我的工作职责是干啥呢 就是给你提供这些数据 那我财务人员干啥呢 根据你提供的这些数据 我算出来他的一个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这个金额咋去算呢 那就是用你债券的面值 1000万 再乘以违约率 有5%的可能性会出现违约 那如果出现违约的话 我的损失率是多少呢 30% 所以是以一个这样的加权平均形式来计算 这个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是多少 好不好 这个计算啊 包括这些金额咋来的 你不用去纠结 我说了 这是风险管理学家的事 和你们会计人是没有关系的 15万元 15万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预期信用损失 他在进行运用的时候 适用于哪些资产呢 我现在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啊 你们觉得负债有没有可能要去提损失 有没有可能要去提预期信用损失呢 负债哈 他也是要考虑预期信用损失的 这也是咱们新的金融工具准则和旧的金融工具准则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后面会涉及到什么贷款承诺呀 担保呀 这些事项 他实际上都是对负债要计题的预期信用损失 来给大家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这样的一个导向 但你说考试考不考 不考啊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个预期信用损失 这个准则 他究竟适用于哪些资产呢 企业应当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对下列项目进行简直会计处理 并确认损失准备 第一个分类为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贪 对应的科目想好 他应该是债权投资 对吧 当然我们说了 从考试角度上来讲 你应该掌握的是债权投资 可是实实在在对于企业来讲 他还有可能会有应收账款呀 应收票据等等 所以后面给你写了 含应收账款 这都是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和以供引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看好 昨天咱们在讲这个宗这一类的金融资产的时候提到过 他一定是包括两个类别的 一个是债 一个是股 这里面特别给你明确出来了是谁 其他债权投资 现在我想问问你 另外一个股 他在核算的时候用的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我们说他比较特殊 他来的时候就比较特殊 身份就比较特殊 他是指定而来的 对吧 用你们话说 这就白月光 我今天还特意找你们杨阳子老师去求证了 我说你说的这个白月光是啥呀 然后他告诉我了 你们不是不告诉我吗 我去找啊 找这个出路 然后呢 要给大家问的是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如果发生的价值波动 如果他是价值下降了这种情形 你应该记到哪啊 记到其他综合收益力 但是这叫不叫他的减值啊 不叫减值 叫啥呀 叫公允价值变动 所以一定要记好了 是两个债 一个是贪的债 一个是宗的债 他要考虑减值 考虑减值 第二个是租赁应收款 租赁应收款在租赁准则当中 会给大家提到过 会给大家提到 第三个合同资产 对应的是收入准则的内容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啊 这个合同资产呢 他有点特殊 他明明执行的是预期信用损失 这个规律 但是他在核算的时候呢 又有点另类 所以你现在后面标上一个小星星 小星星 第四个是部分的贷款承诺 这里面给你排除了 交易性金融负债 还有第五个财务担保合同 这两个从性质上来看 都是趋向于负债的性质 所以大家一定要广义的去理解 关于预期信用损失 它的应用是既能够用到资产里 也能够用到负债里 所以它叫金融工具减值 而不叫金融资产减值 一般情形呢 我们企业都是能够可靠估计 金融工具的预计存续期的 昨天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 什么叫存续期呢 实际上就看一下它的发行 累计期间是多长 可能在一些极少数的情况下 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 无法可靠估计 存续期我不知道 我可能经过了好几手 才到了我手买了你们这个债券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知道 这个债券从总体上 从宏观上来看 它能够存续多少年 如果我不知道存续 70多少年的话 我也不难为你 怎么办呢 企业在计算 确定预期信用损失时呢 应当基于该金融工具的 剩余合同期间 这两个概念 都是偏向于金融学的概念 所以在会计来上来讲呢 你无需去过多的去考虑 如果你是一个学金融的 我还希望你课下呢 能够多多去探讨一下啊 你们对于这两个概念 是如何去理解的 好不好 这是一些理论性的东西 简单听一听 过一过就OK 那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就是三阶段简直模型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还在评论区里聊天 还想着啊 别人捶你后背啊 或者是给你当头棒喝 让你清醒的话 现在你就要想办法 把你的状态呢 调整到最佳 因为三阶段模型 从考试的角度上来看 它有可能会出题的 出题的形式呢 可能会以这种文字性的选择题 让你去出 因为这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它的特点 以及最终所确认的 利息收入当中 实际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 你接下来需要去关注的 就是在这三阶段 它所呈现出来的特征 以及最终对利息收入的影响 是什么样的 你需要关注好 听好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阶段 分别是啥 初始确认后 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这个信用风险 它说的是啥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去提一提 这个呢 也是在我去看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当中的 集中工具准则哈 给你净利明确 这里面所提到的信用风险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就是一个逾期风险 逾期风险 而且一般来说呢 它会给你一个时间上的界定 逾期多少天算你出现了这种 信用风险呢 是30天 如果你购买这一个债券 正常你应该是按这个今年的1月1号 你就应该偿还 可是过了到1月31号的时候 还没偿还的话 此时我们就证明该债券 它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了 看好 这是逾期风险 信用风险啊 叫啥 因为后面呢 还会出现一个叫什么存在客观简直证据的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看好 它的特征是啥呢 是初始确认后 并未显著增加 的金融工具 包括在报告日 信用风险较低的信用工具 就是在我刚刚买来的时候 你这个债券还没有出现过逾期 或者是即使逾期了 但还没有超过30天 这是第一阶段 那我问你 这种情况下 这种状态下的债券 对于你持有者来讲 应该是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对不对 信用是比较好的 所以此时看好 我们对他去进行预测的时候 我也不难为你 我只需要你去考虑什么呢 12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 12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 因为他的风险程度是最低的 没有出现过预期嘛 也没有出现过违约 所以从损失来看 是12个月 第二个阶段 看好 他的特征是啥呢 是初始确认之后 信用风险已经显著增加 就是已经出现逾期了 但是我问你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 如果这个债券 他已经逾期 是否就一定能够证明 你这个债券会发生减值呢 不一定的 虽然我可能未来 我是挽还你了 可是我知道 我在这一个月期间 我发生了啥事 我可能受到这个政府的监管呀 或者是说 我这个银行被冻结了 我知道 我为了避免减少 我债权人的这种损失 我未来可能会把 这一个月的利息再补给你 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 我发行方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并不等同于我所发行的债券 就一定会存在减值 这两个概念是不等同的 所以看好 他们两个是蛋的关系 不是鸡蛋的关系 是蛋市的关系 虽然在初始确认之后 你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就是我出现了逾期 这种情况 但是它并没有发生信用减值 也就是说 不存在表明发生信用损失的事件的 客观证据 对我这个债券没有影响 即使挽还 但是我会把中间的这个差额给你补上 可是你看 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来讲 它的事情严重程度就有所升级了 原来人家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 现在你是有风险了 所以基于一个谨慎性 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们再去确认它的信用损失的时候 应该是站在整个存续期来看的 债券整个的存续期 但前面也说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估计 整个存续期 你怎么办呀 你可以看一看 你剩余的合同期限是多少 可是一般来讲 你的剩余合同期限 大多数呢 都是超过12个月的 好吧 这是第二个 第三阶段 它强调呢 是在报告日 已经发生了信用减值 前面是淡的关系 现在是啥关系了 是且的关系 我给你们说一下 在东北这个且 且这个字你是不能瞎用的 比如说 你老爸老妈告诉你 今天啊 你穿得立立正正的 干干净净的 家里要来且了 就说啥 来客人了 来客人了 所以要注意 前面是淡 后面是且 且是啥呀 两者并重 既发生了信用减值 既存在这种信用风险 同时呢 对于你这个债券来讲 它也存在着客观的 简直 证据 那么此时 它的风险 要进一步升级了 对吧 由淡便且嘛 所以从信用损失准备的 确认来看 它的期间来看 还是整个 存续期 还是整个 存续期 风险 一步一步 在升级 所以我所 确认的损失准备的金额 正常来讲 你的时间 跨度会越来越长 那么它所确认的金额 肯定也是越来越大的 逐步递增 接着我们再来看 关于利息收入的确认 这里面利息收入的确认 它可能会出现 这个计算型的题目 可能呢 你再去做一些 模拟题啊 或者是从 其他渠道 拿到的一些题当中 可能有一些机构 也在出类似的模拟题 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啊 假如说你今年不是第一年 去报考猪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利息收入的确认 第一个是风险水平最低的 所以我们再去确认 相关的利息收入的时候 用账面总额 来进行计算 账面总额 这个账面总额 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就是前面咱们一直提到的 账面余额的概念 不做任何的调整 账面总额 然后第二个阶段 信用风险 有一点增加了 但是 我说了 信用风险增加值 它逾期了 并不证明 你所持有的这个债券 会发生减值 所以此时 我们再去计算利息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用 账面余额来计算 如果我这个债券 没有发生减值的话 我原来能够 收回这一千万的本金 那么我未来 还是能够收回 一千万的本金的 所以我还是按照这个金额 来计算我的实际利息收益 所以还是总额 第三个阶段 坏菜了 坏菜在哪了呢 就是来且了 两者同时发生 信用风险已经显著增加 而且同时呢 又存在着 该向金融工具发生 简直的客观证据 那么看好 他在去计算相应的利息收入的时候 就应该按照 贪余成本去计算 上 昨天 给大家还特意去 比较了一下 问了你们 账面愈合和贪余成本 有啥样的区别来着 他俩差在哪啊 就差在了信用损失里 信用损失里 那实际上还有一个阶段 只不过呢 这个阶段在准则当中 他没有设计 但他在前面给你单独拿出来了 有一个是最坏事的 最坏事的是谁呢 就是这个债券在买来的时候 他就先天不足的这种情况 想一想 如果是先天不足 用理论来表述 就是购买货原生时 就已经发生减值的这种金融资产 问你再去确认利息收入的时候 怎么去确认 怎么去确认 咋 应该是用贪余成本 贪余成本 再乘以啥 经信用调整后的 实际利率 所以看见没 通过这一个流程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从左至右 它的风险是在逐步增加的 那么对于我债券的持有者来讲 我能够收到的利息 是越来越少的 这实际上也是在体现一种 谨慎性的原则 有一种谨慎性的理念 在里面 好吧 一定要看好 他们所计算的这些套路和思路 我说了 从计算的形式来考察的话 这些年没有涉及 但是得看一下明年 咱们财政部会计司 是否会发布相关的具体案例 就这块给你做重大的解析 如果会发生重大的解析的话 那么这块肯定会出题的 好不好 还在聊天呢 我看到了一个迪加奥特曼 是不是 好了 这三个阶段 客下的时候自己好好看一看 关键就是看下面这俩 一个是损失准备的确认 究竟是用12个月 还是整个损续期 还是另外一个呢 就是利息收入的计算 究竟是用账面余额 还是贪余成本 前三个哈 就是在这三阶段当中 我们所采用的利率 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的 就是你最初所确定出来的 实际利率 嗯 好 自己课下去看 然后我们这里面 给大家做了一个强调 如果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合算科目 交易项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时 即被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合算科目 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是无需进行简直测试的 所以上图中主要考虑的呢 是各期收入计算的依据 你至少要知道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些是不提简直的 也不考虑未来的预期信用损失 好 等一会儿啊 别着急 我把这一块给大家讲完 然后到块三的时候 再给你们休息 行吧 累了哈 来看一下 无论企业评估信用损失的基础 是单项金融工具 还是金融工具准则 这个组合 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 或转回金额 应当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 进入到当期损益 这里面需要给大家强调的哈 就是正常对于金融工具 这块核算的减值 我们进入到的科目呢 是信用 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这个科目 但是前面 咱们在讲存货的时候 也提到过他的减值 存货的减值 我们是进入到 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科目里的 他们两个哈 不是互为替代的关系 而是两者并存 只不过信用减值损失 他有特定的用途 是用在金融工具的减值的核算里 好不好 未来12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 是指因资产不代表日 后12个月内 可能发生的金融工具违约事件 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 是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一部分 12个月 他只是呢 从今天这个资产代表日 2021年12月37号 然后呢 我往后去数一年 这是12个月 那整个存续期前面给大家强调了 他强调的是一个债券 他发行的一个合同期 嗯 合同期 应收账款是金融工具 第三个 整个存续期 他的预期信用损失 是指 因金融工具 整个预计存续期内 所有可能发生的违约事件 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 他就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12个月内的 什么叫整个存续期的 整个存续期 它的范围要更大 所以计算出来的金额呢 也会更大 第四个 如果企业与交易对手方 修改或者是重新议定合同 未导致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就还在我手上呢 但导致合同现金流量 发生变化的 企业在评估相关 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 是否已经显著增加时 应当将基于变更后的 合同条款 在资产派表日 发生的违约风险 与基于原合同条款 在初始确认时 发生的违约的风险 去经比较 一旦发生合同变更 就像咱们前面 给大家讲那个债权投资 那我提下记不记得 有两个变形 一个呢 是变成了 到期一次性还本复息的 一个呢 是中间给你收回来一半 那如果是涉及到 合同条款的变化 就中间我收回来一半 本金了 此时我对于 它所发生的信用风险 也要重新去评估 然后呢 重新去确定 信用减值损失的金额 好吧 行吧 为了响应群众们的号召 咱们先休息 八分钟 八分钟之后啊 回来 如果眼睛花的 就赶紧闭目养神 就别聊天了 好不好 好